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主播凡尼 以下是我们今天的新闻 BC疾病控制中心昨天指出 有一名患有麻疹的旅客 在7月30号到8月6号之间 两次经过温哥华国际机场 该旅客在7月30号 在机场停留时间更超过4小时 该中心提醒 曾经在这段时间出入机场 以及曾与该麻疹病人 搭乘同一班飞机或邮轮的市民 要特别注意了 如果出现了麻疹症状 在就医前 必须先联络家庭医生 做特别看诊安排 以免扩大麻疹疫情 疾病中心公布 患麻疹旅客详细航班信息 该名旅客在7月30号 搭乘加航航班0004 在当地下午4点05分 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 在同一天上午9点25分 抵达温哥华机场 之后患麻疹旅客 在机场停留 至同一天下午1点50分 搭乘加航旗下的 JESS航空8125号航班到波特兰 并在当天下午2点47分 抵达波特兰机场 在8月6号当天 麻疹病人在上午9点45分 搭乘阿拉斯加2536号航班 在上午10点55分 抵达温哥华机场 该麻疹旅客在8月6号 搭乘下午4点起航的 挪威邮轮 邮轮航班号码为 2018-08-08-06 目的地是阿拉斯加的西瓦德 疾病控制中心指出 麻疹是具有高度传染性 且是通过空气传播的 一种传染病 那些有可能接触 麻疹病毒的乘客 机组人员以及旅客们 都应该确定自己的接种记录 中心指出 尽管预期大多数的旅客应该对麻疹 已有免疫力 但也可能有少数人比较容易被传染 包括不到一岁的婴儿 或是从来没有接受过麻疹疫苗接种的人士 中心提醒 如果市民不舒服且怀疑自己可能感染麻疹 应该致电医生告知他们有可能接触到麻疹病毒 如此医生可以事先安排 避免疑似感染的人士在诊所等候时将病毒散播给其他人 感染麻疹的症状包括发烧 咳嗽 流鼻涕 红眼 在脸上掀起疹子 然后扩散到四肢 至少持续三天 疾病控制中心说 受感染的人有可能需要7到21天的时间才会出现症状 如果有人这一次遭感染 则可能会在8月27号左右开始出现症状 中心已透过加拿大公共卫生情报网络 通报公共卫生官员有关疫情 那些担心自己可能暴露在麻疹感染风险 但未出现任何症状的人士 则建议致电护士专线询问 8月14号 受暴雨影响 意大利热纳亚莫兰迪桥公路桥 发生灾难性担塌 公路桥约100米的桥面坍塌 数十辆车遭遇突发事故 事故造成了至少近40人死亡 15人受伤 据报 事发时轰鸣声仿佛末日 桥上有多辆车从近100米的高速跺下 不少人当场参思 有报道指当地突遭暴风雨侵袭 一是大桥坍塌的原因之一 意大利消防部称 事发于当地时间14号中午时分 出事的高架桥在风雨中倒塌 一段段桥落在了近100米之下的地面 有些汽车及货车随滩下的瓦砾道下 主要落在了铁路列车轨上伤亡惨重 据悉 木兰迪桥是连接法国和意大利的重要公路 修建于1962年 全长1100米 高45米 被称为欧洲有史以来第一座斜拉桥 桥下便是火车铁道 当地媒体报道 事发时该区遭到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侵袭 位处热纳亚市工业区的一段 长约200米的桥面路面倒塌 桥上车辆随断桥落地 一些人被困瓦砾堆中 有目击者向电视台表示 当时他看到有八九辆车在桥上 突然大桥摊下 场面有如末日降临 据现场影片显示 大桥遭暴风雨侵袭后 一条支撑桥身的混凝土柱也倒塌了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 官方发布消息称 事故造成包括一名10岁的儿童在内35人死亡 11余人失踪 15人伤 其中9人重伤 据报道 目前20名遇难者身份已被确认 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意大利交通部长托尼内利 在推特发文表示 他正忧心忡忡地关注着 这种看起来极其严重的惨剧 加拿大两名游客 因为火车晚点 与这场事故擦肩而过 据悉 23岁的布雷斯格与22岁的莱特 是加拿大多伦多学校的学生 两人正在欧洲旅游 事发时 他们打算乘坐火车 从尼斯前往意大利米兰 然而 由于14号是意大利圣母升天节前夕 交通时分繁忙 他们乘坐的火车晚点 据CTV报道 他们乘坐的火车出现几次晚点后 在热内亚机场站停留 乘务员也不解释原因 布雷斯格与莱特抱怨火车晚点 据布雷斯格回忆 当时的天气的确很糟糕 电闪雷鸣 他们听到了很大的一声雷声 后来才知道 可能是听到了桥的坍塌声 他还与莱特在抱怨火车晚点 直到从其他旅客议论中 才知道出事了 他们庆幸 如果不是火车晚点 他们将会被正在坍塌的大桥砸中 由于山火情况严重 大温地区及BC省的中南部 大部分地区均被烟雾和雾霾笼罩 导致空气质量恶化 预测未来几天 情况不会有明显改善 在周二 BC省估计约有多达600中山火 导致省内多个地区的 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升高 居民应尽量避免在户外从事剧烈运动 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 CDU周二早上表示 由于风示弱 预测烟雾天气将在未来数天持续 他指出 本周由于天气较干燥 加上低气流 预计烟雾将会持续 而下午温度较高 也会使烟雾变得更密 他又说 南岸及大温地区最早可能 在周四出现好转 因为届时预测将会吹西向微风 另一方面 环境部呼吁民众及长期病患者 在空气质量转叉时 应尽量留在室内关上门窗 如果家中没有空调 可前往有空调的地方 例如图书馆和商场等地方 昨天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经济学人智库 公布了2018年全球移居城市排名榜 加拿大有三个城市进入前十名 其中温哥华第六 多伦多第八 卡尔加里竟然成为了排名最高的城市 位列第四 经济学人对全球的140个城市进行了评分 通过全球最移居指数 对五大类进行评估 包括稳定性 基于当地的犯罪率 恐怖主义和军事动荡 医疗保健质量 当地的文化与环境 包括从天气到当地餐馆的方方面面 教育质量 基础建设 包括从交通到电子网络等方方面面 获得最高分的是维也纳 平均分为99.1 墨尔本98.4 大阪97.7 卡尔加里97.5 温哥华和多伦多 得分各为97.3和97.2 卡尔加里在大多数项目里都得到了满分 除了文化和环境只得了90分 温哥华在稳定性上得分95 基础建设上得分92.9 在其他方面都得满分 多伦多在基础建设上得分89.3 在文化和环境上得分97.2 在其他方面都得满分 作为移民热门国家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有三个城市进入前十 日本则有两个 欧洲有两个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没有城市进入前十 华人城市里 香港排名第35 也是排名第三高的亚洲城市 新加坡排名第37 台北排名第58 中国大陆的城市里 苏州第74 北京第75 天津第77 上海第81 深圳第82 大连第90 广州第95 青岛第97 在亚洲城市中 只有日本的两个城市挤入前十 分别是大阪和东京 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维也纳 和墨尔本实力相当 两座城市的教育基建 医疗保健都拿下一百分的满分 墨尔本的文化与环境方面评分稍高 但是维也纳的稳定性得到满分 从而夺冠 近日被指账户卷入涉及天价罚单的股票操纵案的中国男星黄小明 周三凌晨在微博发声明 否认参与任何的股票操纵 又指自己从未参与投资问题疫苗生产商长生生物的股票 但称自己理财不谨慎 引发了这次风波 黄小明周三凌晨透过认证官方微博发表声明 指黄小明卷入操控18亿股票案 及黄小明组团操控长生制药等报道不实 又指中正监已就高永案做出处罚决定 他并无参与任何股票操控 黄小明强调 自己不认识高永 只是母亲将其股票账户交给陆某代为理财 在经由陆某介绍转委托给高永管理 重申 高永账户组所从事的涉案交易 由高永决策 他与母亲没有参与操控股票 黄小明又指出 自己未曾参与过长生生物股票投资 亦与长生生物毫无关系 他指 2014年第三季委托陆某理财的账户 曾投资过黄海机械 并于当季度退出 而黄海机械2015年才被借壳 2016年才更名为长生生物 黄小明又称 这次事件是由他理财不谨慎所致 为大家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 一定会从中汲取教训 又称 事件将母亲牵涉其中 为母亲带来困扰与担忧 愿承担一切舆论责任 据内地传媒引述工商注册资料显示 黄小明直接参股公司多达50家 其中直接控股28家 另外 他还透过这些公司间接投资和餐股到几十家公司 这些公司除了影视行业外 还包括餐饮 科技 医疗 互联网 消费时尚和文化传媒等多个领域 黄小明2014年曾指 希望将来有一天不拍戏 会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也可以很好的养活家庭 希望可做一点生意上的事 聂志文中心商场一家珠宝钟表店昨天下午遭人抢劫 劫匪掠走一批财物之后逃去无踪 警方说有三名男子涉案 案发时周边不少人首先听到女子尖叫的声音 附近一家店铺的经营者表示 只见两名男子从店内冲出 其后一名男子在后追逐 但一犯很快就逃离商场了 目击者说当时时间太快 劫匪看起来不像是亚裔 也许是皮肤有点晒黑的白人 劫匪逃跑时 有一名妇女倒卧在地上 未知是否被劫匪推倒还是自己躺卧下来 这名商店经营者说 事后遇捷商店很快拉下砸门 再也没有看见那里情况 他听说劫匪成功逃逸 估计是商场外有人接应 商场内另一名店员表示 当时首先听到女子尖叫声 但十分怪异 因为尖叫女子没有喊Help 也没有说打劫 回头只见劫匪 把珠宝掠走便夺门而出 他看得较为清楚的是 其中一名逃跑者 身穿黑色运动服或休闲服 跳过柜台之后跑出店外 又跳过商场大堂内 供客人坐的椅子再逃出商场 这名逃跑者身材比较高 看起来不像是亚裔 但也不像是白人 年龄约二十来岁 其后好像有另一名店员 或是热心男子追逐劫匪 这名店员又说 当时有一位华裔女孩 在现场将过程摄录下来 其后更与警察 以及商场保安分看片段 也有人说 劫匪逃跑时丢下一枚戒指 但该说法未经证实 CTV电视获得的视频显示 其中一名遗犯逃跑时 跳起再跨过柜台 另一名身穿蓝色外衣的遗犯 则弯腰穿过陈列柜逃走 初步并未知道是否有人受伤 但警方指 该宗检案并没有人使用武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新闻 感谢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主播Fann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屏幕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会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及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被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